今天是10月6日星期六 非常陽光的一個早上 跟我星期四講,今天會講范冰冰 但在講范冰冰之前 因為有些朋友在中國民心、香港民心 都會有些財經的問題 主要是財經的問題 其實你在Youtube留言都沒有問題 但現在慢慢有些朋友 因為他太長 也不想讓人知道他投資了什麼 因為原先我的電郵有時是私人 所以那些電郵都不奇怪 我開了一個新的電郵 大家在營光網上可以看到 就是香港財經R 香港財經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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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分隔 如果大家有關於財經的問題 可以傳到這個電郵 包不會漏 因為這個電郵只是給你們用 就是關於財經問題 其他問題或是私人都不會在這裡 好嗎? 很多朋友 很多傳媒 為什麼我今天想說這個話題呢? 因為 剛剛大家都看到 這個 FCC 就是 比亞陳奴天開會的外國記者 他就 不獲 工作證 如果他不獲 工作證 他就要離開香港了 這個可以開另一個題目去說 但是為什麼我會在這裡一起說呢? 就是要告訴你 為什麼這麼多人 這麼多香港的人 都這麼深惡痛絕 就是我們祖國 去在香港施政呢? 原因就是在這裡 范冰冰這個case 我們會說 但是這個FCC 我可以告訴你 你香港政府 收命令也好 乃共產黨鞋底也好 去做這些事情 你根本就是沒有理據 你根本就是沒有理據 第一件事 你沒有立法 我經常說一件事 你不立法 立23條說港獨有問題 第二 他只是organize 一個meeting 他沒有 他沒有 給過任何立場出來 我看了20分鐘 陳浩天就自然有 陳浩天說明他是港獨 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在節目也說過 但一個問題就是 在會上 他有請有 陳浩天是支持港獨的 也有一些不是港獨 我們也說過 有些是支持脫勾 有些是不支持脫勾 有些是不支持脫勾 那他有什麼問題 不可以 那梁美芬就撲出來 贊成特區政府這樣司法 這樣依法處置 依什麼法 你的法律在哪裏 為什麼你不立23條呢 對嗎 跟著 香港政府這樣做 是依法去做的 我們堅決反對港獨 那這不是立法 香港是立法的 香港是依法做事 之前陳浩天 語言入罪都算了 他語言都沒有 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入境處 你不 不 逐個 工作證給他 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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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怪得 美國說你沒有人權 是不是 喂 有一些事情 你關門打狗 那隻狗沒有聲音 但是你不要忘記 一件事 你關門打狗 是你的事 你現在是關門打人家的狗 你怎麼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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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美國 歐洲 現在 美國 跟加拿大 墨西哥 聯繩一線 就對付你中國 為什麼呢 你給了些借口 人家 你幹嘛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 他沒有說港獨 他organize 會 你打陳浩天 你的事 OK 那你香港政府就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一件事 如果 中聯辦叫的 你認為 這一班人 會有save嗎 他們沒有save的 照做的 他連 都不會說的 這個令我很反感 為什麼 你香港 一直都是依法去治港的 你的法律何在 他犯了什麼事 是不是 是明眼人都看得出 因為 他organize 那個 meeting 請陳浩天 是不是 你不能夠讓 都說你的內部事務 你內部事務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中國人 不是香港人 這個是鬼佬 大哥 他還是記者 那有時候 有些事情 是不是不知輕重去做呢 對不對 你關門打狗 其實你關門不能打狗 人家還是記者 對不對 還是一個 在香港工作這麼多年的記者 他都知道你的事情 你不怪別人圍堵你 你做事都不公道 對不對 你打港獨 沒問題 我贊成 是不是 這個人 不是 做事 這麼小器 現在說你香港政府威 你搞大陸罰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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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說回范冰冰 很多傳媒 喂 中國現在終於打擊逃稅 逃稅走私漏稅洗黑錢 中國政府現在大力打擊 給一個正面的形象出來 我告訴你 我聽到范冰冰罰8.8億之後 沒有刑事責任 我等於告訴你 大陸從頭到尾都藏污立舊 范冰冰這件事也是 洗黑錢有後台便沒事 你聽我分析 我如果沒有記錯 我第一次認識范冰冰這個人 就是1999年還朱格格 OK 看這張照片應該是1999年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我只是看過幾集 大家看看當時范冰冰的樣子和現在不同 你看看眉部也不一樣 眉部也不一樣 眉部也不一樣 這些不是我們要說的 如果說范冰冰大紅大子 應該是這十年的事 我沒有記錯 范冰冰應該是 當時他應該是大約19歲左右 99年 現在18年後 應該是37歲左右 大概 未夠40歲 給官方追8.83億人民幣 我可以告訴你 你追范冰冰如果根據我看過一個很詳細的報道 就是怎麼說范冰冰 大家都認識法哥 法哥 今年已經 我沒有記錯 法哥已經65-66 差不多 他拍了 當然他年紀大過范冰冰很多 差不多接近一個W 紅片所有地方 但他們兩個都沒有去到美國紅 都是東南亞大陸 法哥這麼多年 加上發嫂幫他的投資 他都只有15億港幣 港幣 港幣 他都買很多豪宅 就是紐收租 大概就是13億多人民幣 但一個范冰冰 在過去十年 根據媒體詳細的報道 包括在國內的公司 他的持股 他在國外的物業 他的生意 范冰冰的身家大約是70至80億 這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即是每年 如果將他的錢化回到他二十年的人生 他每年差不多賺3.5億 你怎麼賺到3.5億 每年 你拍什麼可以有3.5億 還有你不要忘記 國家是0809後才付起你 之前你不要說是億 你有100萬都已經了不起了 我記得2008年我在潘域 我們同事說 80萬人民幣都多了 在市橋 那你想想 在過去十年 范冰冰可以賺到接近70億 那你說那些錢從哪裡來的呢 那些錢根本上 就不是他做生意找回來的 就不是他拍片找回來的 那些人說的故事是怎樣呢 那就是說 范冰冰在最早期 就是陰陽合同 其實我自己覺得 對他出來的勝出那個 根本上都是有人在背後指示他對他出來的 因為如果沒有人去舉報 政府就做不到 那些人會來做事 喝一口水 但有人舉報 那原來便好辦事 那些就是25仔的作風 這些共產黨一向都是 那些就是二五仔的作風 那些都是 范冰冰最早期都是陰陽合同 那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為什麼呢 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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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國內 不過外國都有 有很多著名的影星都會陰陽合同 范冰冰有了钱后,范冰冰有时会去外国,他就在外国投资 在外国投资,我听过报道说,在加拿大有范冰冰投资,买物业 后来他发现,大家知道很多人都想把钱移到中国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明星,他要飞来飞去,去美国,欧洲 所以他方便了 慢慢地,他就帮人移民投资海外 范冰冰有很多这样的公司 大家接着那一步就会想到,如果有一条这么好的路数 为什么不用范冰冰去花钱呢? 问题是,为什么要用范冰冰花钱呢? 原因是,正常的花钱是天一半第一半 即是说,如果你去赌,你投资10亿,他会给你5亿 因为一个赌场,坦白说,第一他要交税,第二他要承受风险 但如果范冰冰,你可能给他10%就完成了 所以,范冰冰就开始做这些洗黑钱行为 将钱移到外地 那你移到加拿大,美国,你怎么办 那你的钱就在海外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过到银行呢? 最近,我有朋友,因为他没有公司在瑞士 坦白说一句,他只是想汇数万瑞士法郎 去到银行已经被人问长问短 我朋友叫王先生,你为什么要汇这么多钱? 搞半天,登记所有东西才换到 大家都记得范冰冰在美国赌场是输了1亿美金 他怎么能够有1亿美金在美国呢? 那很明显,就是有银行里面的高层帮他做事 那为什么银行的高层都会帮他做事? 因为后面洗黑钱那些就是军委 很高的地方官,甚至是省长市长 那当然,范冰冰要陪他们就不在话下了 这个很肯定 因为他们说的是花的钱,全部以亿计算 那些是亿计算的,那些是亿计算的 你扔十份一给你都死了 一个地方,我当你棚改才算 那贪污可以多少钱? 可以十亿的,你花十亿给你一亿 哇,一亿啊,你拍,难听说的 你拍戏,拍到你死了,你都拍不到一亿 对不对? 那就开始了范冰冰 你可以这样说,说他世界里也可以 但你说他太眼前也可以 那他赚到钱,就做这个方法 就是不断把钱滚大,然后移向海外 但是听闻范冰冰就很省的,他自己不是很大小的 不过我想他全部赚助都不用花钱 好了,问题就出来了 问题就是说 中国政府不是第一天知道娱乐圈有好 其实坦白说一句,为什么娱乐圈那么容易做呢? 因为片酬可以是天价 范冰冰是天价,赵薇是天价,杨薇是天价 迪丽叶巴是天价 范冰冰一个人,他是没办法做到那么多事情 因为你不能告诉我,我同一时间做十个节目 那他就要找一些捧红一些艺人 例如迪丽叶巴,例如范晴晴,他弟弟 例如其他的人,用来做什么? 那些人再收天价片酬 就是这么简单 杨薇那些也是 黄晓明也是 全部他们做的事都是,整个娱乐圈 坦白说的就是四个字,互焰瘴气 根本上他不是在娱乐圈里面赚钱 他是借了娱乐圈去洗黑钱 去做阴阳合同 我相信阴阳合同是占少数的 大部分那些都是黑钱 你想想,他可以找到 即我当你本身 七十亿里面,我当你二十亿是赚回来的 你投资赚回来的,五十亿 我当你范冰冰二十年可以找到十亿 那即是说黑钱有四十亿 你可以拿四十亿的黑钱 即是说留过你的黑钱最少有四千亿 你说这个是一个多大的数字 为什么我说,喂,范冰冰 其实只是放生他 第一,这些钱都不是他的 黑钱来的 他不是卖这样的豪宅,顶了债子 他只是卖他而已 是不是,这些钱根本不是他的 他洗黑钱赚回来的 很多人就问,喂,为什么要洗黑钱 都不用坐牢的 喂,刘晓庆要坐 那官方就回答 哦,09年改了例,初犯 初犯? 明眼人都知道 陰阳合同怎么会赚到七十亿 你不要玩我 是不是 陰阳合同怎么赚到,不要说七十亿 你这套大轰炸 你在说一亿多 你说一亿多,他罚他五亿多 那他就做给全中国人看 这些就是后果 你猜八亿多对方有没有影响 我回答你,没有 因为那些事,坦白说,都不是他的 帮人转帐户而已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 后面那些人一定是军委来的 如果不用这个方式去平它的话 坦白说一句 后面有一群人都要扑街 因为地方官是一群人的 加上银行高层也是一群人的 那这些人就脱不了罪 是不是 如果初犯没事,平定了,搞定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 那就是没事 你总之后台够硬 不要牵连某一些人 分分钟 习近平的直属部下 都有份 或者他的亲戚都有份 你怎么打 要抓自己的侄子去坐牢 不行的嘛 但是一样东西 范冰冰的台籍经理人 穆晓江被拘捕刑事拘留 可能要坐牢,为什么呢 因为他销毁了文件 你经理人销毁了文件 范冰冰不知道的 范冰冰可以没罪的 你当我傻子 中国就是这样 这个你更生气 因为国家要整肃娱乐圈 所以交钱就重宽 抗拒就重严 即是说 10月3日之后 给你们这帮人 自己 即是有一个机会自首 你们自己自首交罚款没有事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想问 陰阳合同和洗黑钱 交罚款就没有事 你都要洗黑钱 因为他交了钱 烧了案 就不想再跟下去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他们贪的钱是什么钱 那些黑钱 那些黑钱是老百姓的钱 你自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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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政府呢 这些这样的管治 怎么瞒得到明眼人 那坦白说 怎么能够给这些人去管治香港 死人的 这样可以不追究 你怎么在英国死了10年 你自己交钱可以不追究 有没有搞错 整个省 那些省政府分分钟都在探钱 那些钱是市民的 不是市民我不会出声 拍一个节目 去这些真人show 几千万 你说呢 出这些什么 限价令 你拍一集不可以超过80万 一季不可以超过一千万 就做个戏给你看 其实我告诉你 一向都有 在娱乐圈里面 大把 就是国内的娱乐圈里面 大把这些不见得光的东西 坦白说一句 大家记不记得阿里影业 阿里影业 找赵薇入股 你这种东西 难听你说的 一部戏都没拍过 股价 马云说升就升 你说呢 那马云要花多少钱 才令到他升 那现在马云就退休 是吧 很简单 马云要退休 那你下面那些人 跟政府说好 你交罚款 没事 那就了一件事 但是一样东西 全部贪官污吏 骚髒 还在那里 大佬说那些贪官都在那里 那当然对范冰冰的前途当然有影响 因为别人都说 我用你范冰冰 那就是告诉别人 我可能会贪污 是不是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的贪污问题 根本完全没有动过 没有解决过 就是你中国政府 现在那些贪污行为 跟我们香港80年代 跟我们香港60年代 根本就没有分别 那怎样给你统治香港呢 给你统治香港 不是更骚髒 就是这么简单 是不是 明眼人都看到 但是我们有些 有些报道 是啊 中国 现在打贪的了 习近平上了场之后 不容许贪污的 你当我傻子吗 白沟痴 对不对 眼睛都看到了 那正正告诉我 中国的贪污 是非常非常之严重 好吗 就是我今天有些气愤 我觉得 原来 雷声大 雨点小 中国 这些所谓贪污的行为 跟以前 根本就是一样 没有区别 非常之失望 令我们 大家一定要发声 这样你给它统治香港 很糟糕的 好吗 那今天这条片 就到这里 下星期 再和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拜拜